首先對於這些所謂制裁我是癡之以鼻 在我們做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一個這麼理所當然的事情 這些相比是不值一筒 自落實港區港版國安法後 香港由亂變治 四日核暴縱火、堵路、襲警等畫面不在 不過美國以此為由 先後制裁判港多人 不同方面的所謂制裁 對於我也好警隊的工作有沒有影響呢 不大 因為這個世界也不只是一個國家的世界 警隊或者我對與外國交流 我們全世界有100多個國家以上 海闊天空的世界也是多元的 沒有一個國家壟斷所有東西 所以我們的採購一向都不是單一依賴 另外有國家做後盾 其實在科技方面 我們的國家都是世界前線的 無論是普通的刑事案件 又或者維護國家安全方面 我也覺得有很多選擇